好 遊戏場是小朋友每天學校時會來報到的地方 但是大家好 遊樂圈市看來看幾年是差不多為了 為了讓遊戏場可以負責孩子的期待還有在地 幾乎教教學推行到當作創意遊戏場的價位 以前我們的遊戲場都是那個罐頭遊具的 所以我們從今年開始 我們有分年編列了三年一個計畫 那今年優先編列2500萬 補助了45個學校 一個學校大概55萬左右 那希望學校是能夠來 除了就是說改善學校的遊戲場以外 能夠多了一份創意 讓小孩子就是說能夠跳脫之前的 那種罐頭式的一個遊具 這個遊戏場的改造價位 他就是藏心國小跟周庭國修來先行做起班 周庭國修一直像來的超伯的遊戏場為主做 剛才我們用到超伯的做到遊戏場的普遍之間 有了這西邁共有西拉雅的文化貸責 包括到萬哥了西拉雅的圖案和這個調教點 那周庭國修這邊大概就是因為他是位在西拉雅風景區裡面 所以他整個的一個設計 也結合了一個西拉雅的一個特色 兩所學校完工之後說實在真的 對小朋友來講又有一個新奇的 又有一個不一樣的 我想跟平常在外面所看到的那個罐頭式遊戏 所以說差異是蠻大的 他藏心國小遊戏場是一條學校 日本世紀所前的百年老船為主體 設計檢獲到能量、能量、能量、能量的體能訓練 去遊戏場開放以來 未到達學校的時間 很多學生人來到這裡設施要探訓 這就表示說 探訪到西町町的罐頭遊戏這次 逾出三年將有四十五間學校來競進 將一條有在地的地式 到富汗的孩子的身心發展為目標 搭著處理的創意遊戏場 欄賓新聞 待一下 大家看一看